台灣環島鐵路動態 台灣環島鐵路電極化的最後一路 總算真實列起來了 雖然是最后的一小段 却是整个台湾 环岛铁路电气化美大馆 台湾会更紧密地 成为一个连结在一起的宝岛 这是一个不简单的工程 工地是沿着山边搭建起来的平台 相当的逗峭 而且为了不影响列车的风行 施工团队好好利用半夜来改工 所以先向现场的行政团队的同仁 以及参与工程的每一个团队 表达最大的敬礼 南威铁路电气化的通测 对东部的乡亲以及对全台湾 都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有了铁路电气化 所有的列车都可以直接往来 在台东屏洞之间 还可以缩短车程超过半个小时 我们会透过更短的时间 更大的酝酿 让东部乡亲开心出门 安心回家 也让更多的国内外的旅客 能够来亲近我们的洞台湾 绿岛还是预约的浮线在 南海在总部的8点多的范围 这个往下看就是有名的华原海湾沙坛 我也有一些释放景点要跟大家分享 在这个南迴线上 光是大海的蓝色 就是水会进行的丰富的变化 这一段 我们叫它双洞海岸线 是我最推荐的释放纪念 你看这个沙灯多漂 这个茶区画很牛 我以前开车最喜欢开车 一定都开到海洞 很漂亮 好 这边来一下哦 好谢谢 好谢谢 好